一对来自外县市的夫妻跟着团体前来台东旅游 但是年纪75岁的丈夫呢 在晚餐过后突然不知去向 妻子很慌张前往派出所报警 所幸在台东警分局温泉派出所 还有巡守队的协助之下 出动20多个人力分组寻找 两个小时之后在西边找到这名男子 没有没有没有 这他们都上来了 对 12号晚间一名与妻子跟团前来台东旅游的75岁男子 在资本地区的饭店享用晚餐过后就不知去向 找不到丈夫的妻子 即马向当地派出所报警求救 远警获报后马上掉跃了监视器 找寻男子的行踪 并出动了20多名警力与巡守队成员进行搜救 经历了两个小时 总算在饭店下方的草丛中找到该名男子 马上掉跃那个饭店的那个监视器 发现怀然吃完晚餐 就走出饭店 没有走到那个马路上 而且往那西边方向走去 应该处河岸地形 陡峭 远警生怕那环岸遭受生命危险 于是立即联系温泉巡守队 动员20多人到场 两三人一组到河岸 分头寻找 协助寻找 然后历经两个小时 终于在饭店下方的草丛中 发现怀然的身影 被警方寻获的男子表示 走出饭店后因为对当地路况不熟 一时心慌之下 找不到回饭店的路 索性远警与巡守队合力搜救 找到失踪的男子 让同行的妻子能够放下心来 有惊无险地度过这个夜晚 记者杨齐伦 唐东市报道